很长时间以前的一个新闻终于在最近尘埃落定 这件事情的结果很让人匪夷所思 或者说根本就没想到 但是有的人也认为这是正常 叫什么呢 歪打正着 歪打正着的是被老干部马树山举报的李贵富 也就是迁徙县委书记李贵富终于落马了 但是这件事情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因为这个马树山举报的所有事情均为不实 都不对都不够对吧 当然我之前也大致看了一下他的那些举报的内容 我也觉得不太不太像是真的 或者说不太靠谱 但是呢马树山另外一个原因是匿名举报 一个举报的不准 而一个还利明举报违反了党的这个纪律 所以呢马树山还被教训 还被这个批评 那另外就是这个李贵富的相关的一些人员 就是有22人被相关的纪律处罚 这22人涉及到公检 人家说好了 这个幸亏法院动作不够快 法院要动作快的话跟着也进去了 而这22人具体是谁没说 但是确实他们当初抓这个马树山的时候 动作是相当的快 配合的也很密切 但是呢却其实这个工作做的就非常的不应该了 但是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很多人也为这个李贵富啊 觉得哎呀太可惜了 你要是当时根本对这事情无动于衷的话 也就没事了 你搞得太大 动静太大了 结果把自己惹了一身骚 但是现在看来真的好多人经不起查 一查呢就查出问题 万一打正着也是应该的 前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